下個禮拜的話 當然理論上你開啟原始檔 它只會有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是問卷調查 一個工作表是清單 那請你把這個問卷調查 這個工作表 自己複製一個 自己再把這個工作表 再另外複製一個到這邊 那複製的方法我之前有講過 Ctrl鍵按住拖拉 然後呢把它放開 這邊就會一模一樣的一個工作表 所以這樣拖拉過來 放開 然後呢 這個地方你可以把它改成問卷調查 括弧 原來括弧2 那因為之後我們會把它改成句席 所以你可以後面再加個句席 那複製過來之後的話 可以把B2 B2優標放在Ctrl-Shift向右向下 就是把這個右邊 跟下面的資料選起來按Delete 為什麼要Delete 因為主要我還記得吧 因為呢問卷調查通常 它記錄的資料通常會用編號 你說老師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就給名稱就好了 比如說性別為什麼要A1A2 那主要原因我之前講過啦 主要原因是因為如果你用 它原來的那個名稱會相對冗長 可是如果你用一個編號的話相對是比較短 那好處就是說如果你記錄到資料庫的就是Excel的話啦 相對它佔的空間也會少很多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很多地方資料庫 其實要來的都是編號還要再自己轉換 那主要原因是要節省那個資料庫的空間 這當然可想而知 而且將來如果你要查詢資料的時候啊 用編號相對會跑得比較快啦 不然的話你說現在資料量都是巨量的 哇那你要查一個資料跑多久才能跑出結果出來 所以理論上都會給一個編號 但是這個編號對於我們將來在閱讀上面會非常不方便 比如說這個性別A1A2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了 A1應該是男生A2是女生 那我怎麼知道清單裡面就有了有沒有A1 然後比較麻煩像年齡 你看年齡這什麼B2B2是幾歲 你可能還是切到清單 然後B2是這個16到30 然後B3是30到45一種類推 那其他還有什麼後面可能更多 像職業像教育程度 像職業等等的 那後面全部通通都是編號 可是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快速的把這些編號 全部通通變成它應該有的名稱 OK那就是這一題主要要考的啦 OK重點 所以當然你有幾個方法 如果你假設不另外複製工作表的話 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可能要插入一個空白的藍吧 然後你再去用VILA就插完 插完之後再把它貼過來 然後貼過來可能要用只有直 可是問題變成你會變成一直在做很多藍 那這邊這麼多藍你可能要做很多同樣的動作 那如果我不要在旁邊做然後再放過來 我希望最好是可以一氣呵成 怎麼樣一氣呵成 就類似像這邊我只要做個公式 我希望向右拉向下拉 它就可以直接全部通通幫我處理完畢的話 哇那應該怎麼做 所以主要這一題的重點 看起來其實很複雜啦 可是實際上最重要就是把這個公式給做出來 哪個公式 就這個公式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公式 一氣呵成做完的話 那理論上它就可以什麼 向右向下全部通通查完 所以你如果查完之後 假設這個查完之後你會發現 看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你會發現這都看得懂 年齡這個看起來比較親切 可是如果你看原始的這個資料 你會哇這什麼東西 所以當然以後你一定會遇到 類似這種狀況還蠻多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現在用資料庫的機會 非常非常多 那怎麼做 OK 重點就在這裡 所以首先的話 我們會需要用到一個VL函數 所以這裡主要呢 會用到兩個主要函數 VLOOK 然後呢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們要去查什麼東西 那這裡的話 當然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這個公式其實可能要分幾個階段 如果你一次沒辦法做完沒關係 你可以分階段來完成 那怎麼分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就是說 你可以先做一個 然後再思考說做多個 那一個怎麼做呢 其實你會發現 第一個 我們要查性別的這個 其實主要是這個 然後把結果查到隔壁這裡 查到這裡來 那 第一個的話 油標先放在 我產生的新的這個工作表 並且把資料先清掉之後 然後在B2這邊 按插入 這個函數的時候 因為我要查資料 所以查資料以後要記得有個函數 叫VL函數 這個函數 然後呢 它會有四個問題要問你 第一個問題是 你要 Look at value 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的是前面這個工作表 所以 當你點選前面這個工作表的時候 它這邊會出現問卷調查驚嘆 所以你可想的問卷調查驚嘆 指的是 另外一個工作表 就是這個名稱 有沒有 驚嘆前面這個工作表的名稱 的什麼位置 所以你再點一下B2 意思說 你幫我查一下啦 其實就查A1 A1 好 那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那請問一下 你要去哪邊查 哦 我要去清單裡面查 所以第二個呢 你再去Table Array 點清單一下 然後找到性別有沒有 所以再把性別的這個範圍的清單 所以Table Array 指的就是 反正你看到Table就是表格啦 就是意思說那個 要查的那個表格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哦 他要查的欄位 一定 第一欄一定會有A1 有沒有 所以這個1嘛 這個2啊 所以呢 我們就告訴他說 哦 你這個表格是在這個清單裡面的這個範圍 OK 查 這個範圍 在這裡這個清單查查看哦 然後有沒有找到 如果有找到的話呢 那就幫我把Color 是第幾藍的意思 那因為這邊有兩藍 那你要把第幾藍的資料帶回來 我把男女就第二藍 所以這邊輸入2 那第三個問題要不要找接近了 不要 輸入0 好 這樣OK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你按確定哦 你會確定之後還會向下填滿啦 因為性別要整個全部做完 可是問題哦 如果你向下填滿會有個問題 你一樣 他的那個什麼呢 他的這個地方哦 B2的2 會 需要加個前的符號鎖起來 為什麼要鎖起來 因為你向下填滿 不不不 這不能鎖 因為他向下填 這個應該是不能 Table Array 的部分哦 應該是 不能變動 所以呢 如果你這個範圍 假設有那個 裂號的話 可能要加前的符號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加了那個 我先按確定好了哦 哎 我這邊已經有加了那個 公式裡面的這個名稱管理 好像已經有加了一個叫 性別的一個清單 我直接把它刪掉好了 原來是沒有啦 OK 然後呢 我一樣哦 在這邊 這個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 Table Array 的話 這個清單裡面的這個範圍 哦 他會顯示這樣 清單 所以如果將來 你要向下填滿 記得要加前的符號 A2 B3 這個一定要加前的符號 OK 好 那這樣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他就全部查完 可是 其實主要 這一題哦 主要考你什麼 你說老師 那我如果做一個 那我下一個怎麼做 下一個再做嗎 你想說 年齡怎麼做 一樣嘛 其實公式跟剛剛這個還蠻像的 一樣插入什麼 V2函數有沒有 然後 這個 然後去哪邊查 去這邊查 查年齡 有沒有 然後 Table Array 的話 清單裡面查這個 然後 你一樣把它刪掉 一樣加前的符號 第幾籃 第二籃 所以你會發現 他的公式裡面呢 基本上很多雷同 這個不一樣 這兩個一樣 那上面這個 只是向右一個 有沒有 所以你按確定 一樣向下填滿 這邊又一個 可是如果這樣做的話 後面一直到K欄 哇 大概有十幾欄 你變成要做 十幾次 那主要我們是希望說 有沒有一個方式 可以呢 讓這個地方的動作簡化 什麼地方簡化 可不可以 把這個Table的部分 變成一個名稱 那這個名稱的話 剛好是這一個 上面的 欄位名稱 也就是說啦 我們可以呢 第一步是把 後面的這個清單 他的名稱有沒有 這個範圍呢 乾脆就取個名稱 就叫性別 所以我可以拿 這個兩個字 把它複製 然後把底下這個範圍 選起來 給他一個名稱喔 他就叫性別 有沒有 然後呢 將來如果我要取 這個範圍的話 就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性別就可以 那剛好上面 藍位名稱這兩個字 也是叫清單 所以他這兩個字 剛好跟清單名稱一樣 但是會有個問題喔 如果我今天指向給他 這兩個字 他會得到這兩個 但是我要的是 就是一個table 因為將來我要查的時候 底下這個地方 他需要一個table array 你不能給我兩個字 因為他要的是一個範圍 那你必須就要給一個範圍 你不能說 我這邊給一個什麼 給一個這個名稱 什麼名稱 給那個 這個上面的這兩個字名稱 那他就會得到性別的字 而不是那個範圍 所以如果你要把那個 兩個字變成範圍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前面我們好像有做過 插入函數裡面嗎 有一個叫做 那個什麼 這個indirect函數 這個indirect函數 其實他主要的目的 白話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給一個文字 他會去幫你找那個清單 就是那個什麼 公式裡面名稱管理 有沒有這兩個字的範圍 如果有他把那個範圍字都給你帶回來 所以如果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給他兩個字 什麼字 性別 你會發現 你按確定之後 他會得到什麼 有沒有發現 這邊 他會溢出嗎 他問你要不要深入了解 如果你不想的話 你就直接點旁邊一下 有沒有發現 所以indirect函數 其實這個函數還蠻厲害的地方 是他就是給一個名稱 他就幫你把那個名稱 所代表的那個範圍帶過來 那其實我們主要是利用這個原理原則 做什麼 我們其實可以把這些上面的名稱 有沒有 剛好對應到的就是清單 所以我這個做完 這個範圍 有沒有底下這個範圍 我讓它叫做性別 那我把這個範圍叫做什麼 叫做年齡 所以我後面其實我們 好像前面都做過了 這叫年齡 所以你就選這個範圍 給這邊輸入年齡 那給這個範圍 這個叫教育程度 所以後面都一樣 等於是說 他的名稱 剛好就是在這邊 用這個代表的就是這個名稱 那因為這個名稱 剛好也就是上位的欄位名稱 有沒有 所以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名稱 去把那個範圍 給直接帶回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我們先你們先練習一下 如果單一欄怎麼做 那如果說我今天的需求是希望說 給個公式 向右 向向 一欺呵成的話 那怎麼做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這一題雖然最後公式只有短短的一行 但是 可能還是要經過好幾個動作 也要能夠理解 並且還要定義好名稱 才有辦法把這個地方做一七合成 所以考試的時候 我不是要叫你每一個單獨做 我是要你一七合成 試試看 所以會需要用到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叫V的函數 一個叫Inderate函數 或許多沒有 以及要八卦的裏面 最好的據說 如果是說你十分可憐 就要注意到 你的 我 谢谢观看